另外国家地理摄影包包在今年2010年新推出了一款 Walkaball全新系列的都会潮流风格系列 在这款新推出的摄影包包里面 它一样是完美融合了国家地理摄影包包的铺石风格 以及融合了所谓的都市潮流风格元素 那这款摄影包包里面就以往不一样的来说 它是更有一个潮流的风格 National Geography国家地理摄影包包原厂 这次特别在以色列陈奥当地出名的街头涂鸦艺术家 来在街头就是做一个涂鸦彩绘的部分 来表达出一个在年轻一个文化冲击下面 对于这个都市的风格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文化上面的表现 那它的这次的色调以及这个设计是非常的潮流 非常年轻化 各位看到这边在皮质的部分 然后以及包包一样是采用原本环保的素材 那另外这里面在所谓添加了一个地图的一个设计 那以及这个是比较一个潮流感觉的一个皮质防水的一个材质 另外在这个内带的部分 一样是可以放置所谓的围单以及品干镜 在这个袋子里面 那在整个2141这款的包款里面呢 除了一镜一镜以外 另外还有空间放置所谓的闪光灯 或者是一击两镜的部分 一个机器一个主机一个镜头 然后另外再多放置一个镜头的部分在这边 所以置物空间是非常的方便 以及非常的方便性可以带着出门旅游 那在前面的部分呢 一样是可以放置一些笔文具还有手机的部分 另外比较特别要先介绍的一点是在 它的后面的部分是可以上所谓的平板电脑的部分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包款是让我们国家电影包包里面最热卖的包款之一 那这个包款的话是除了本身是可以放置这些3C的用品外 带出去也是非常的潮流 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时尚 另外我想跟各位介绍的是 National Geography Walkabout这个系列里面 全新推出的包款是 所谓的NG Walkabout 820这个包款 它是一个大型拖的包的设计 一样是采用了非常潮流的皮革的设计 那在帆布的部分它一样是采用了可回收非常绿化的一个环保的帆布的素材 在内带的设计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它是采用了非常经典的一个国家地理的地图的图腾在这边 那另外这一层的部分是所谓我们的防水的材质 那在整个样子看起来是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时髦 在这个内带的部分可以放置一些小物品 那另外我们再把它打开以后 这边一样是有另外一个图腾的设计 这边还有另外还有在放置了个人化的一些可以放置一些小物品的置物空间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它除了可以肩背的部分 它还有手皮的部分的功能 置物空间的设计里面 它的置物空间是非常的大非常的方便 在里面有许多小内带的设计 所以这次的置物空间是非常的人心化 另外一样保有最经典国家地理的摄影包包系列里面所谓的内带的部分 一样可以放置一击一镜或是所谓的围单内带的部分 在这个相机的内带包包里面 那另外再一个非常经典的新设计 是所谓的平板电脑的置物空间 那这次它里面的内带都一样是采取的国家地理经典的图腾 地图图腾来做使用来做设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